先磨去除干净 喜欢有嚼劲的同学可以忽略 将牛肉改刀切成三小块 准备下一步煮至 然后把切好的牛肉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入几片生姜 加入几根小葱 加入料酒30克 然后开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之后再撇去浮沫 然后转中小火煮20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牛肉煮熟 20分钟之后将煮熟的牛肉捞出 放入冷水中透凉 牛肉透凉之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条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辅料 碗中加入适量的干辣椒 加入八角半颗 加入香叶一小片 加入桂皮一小块 加入原始芝麻30克 加入几颗青花椒之后准备下一步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将配好的干辣椒和香料下锅 开中小火将香料炒香把干辣椒炒脆 这一过程大概会持续两分钟左右 辅料炒香之后再盛出用石旧捣碎备用 没有石旧的同学可以用菜刀剁碎 辅料捣碎之后到处准备下一步制作 我们再次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菜籽油80克 将油温烧至6成热 油温6成热之后将切好的牛肉丝下锅 开中小火将牛肉扁炒3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牛肉的水分炒干 3分钟之后加入料酒5克从锅边淋入 再加入煮牛肉的原汤50克 然后开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之后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食用盐1.5克 加入少许白汤提鲜 加入少许胡椒粉 然后开中小火休息2分钟 中途再加入生抽酱油3克 加入捣碎的辣椒面 辣椒面下锅之后转微小火翻炒3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水分炒干 让牛肉吸收辅料的香辣味 三分钟之后关火 再加入味精1克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牛肉丝出锅之后必须凉透才好吃 一道回味优长的自贡冷吃牛肉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冷吃牛肉的技术总结 第一 最好选择牛腾肉或者牛腱子肉 第二 加入牛肉的原汤收出来的味道会更香 第三 辣椒面下锅之后必须转微小火慢收否则很容易活锅 第四 喜欢吃麻味的同学可以最后加入花椒面 第五 吃完牛肉